近年來,香港的公營大學為了搶學生,不斷設計新的本科科學程級客, 香港集會大學因應市場變化, 在2022年至2023年度,推出四個科學科的新課程, 其中一個名為文理及科技學士榮耀, 更聲稱鼓勵學生自己可以提出有意探討的社會議題, 並構思解難方案,過程中由科學科教授及相關範疇專家指導, 又認為課程提供以解決問題為主的學習模式。 對於不熟悉課程設計人士來說,表面上教你解決問題, 真是好像很有吸引力,就好像名處James Olivia 教你怎樣做美食一樣。 但大學教育是否教你怎樣解決問題呢? 事實上,如果只是教你怎樣解決問題, 而缺乏對當今政治、經濟體制及權力的分配及運用, 社會及文化物樂的認知, 甚至對現實中的不公平及不平等毫無認知意識, 以解決問題為主的學習模式, 最終只會令學生在成年人的引渡下得到解決問題的方法。 而這些方法能否驚得起殘酷現實的考驗呢? 適不適用呢? 那就不得然之了。 當然,在國安法的感覆就下, 批判體制及政策可以有很大的風險。 加上新香港的狀態之下, 理解社會政策的大方向只可能是小收小補, 而不可能以革命性的視覺挑戰新自由主義、市場化及私有化的趨勢。 學生的學術自由空間究竟有多少呢? 1月21日,南華早報更披露2020-2021年度有2212個全日制學生退學, 比前一個學年上升24%,原因與國安法有直接關係。 加上過去20年來,香港人口出身率偏低, 即使本身成績好,可能有大學收, 大部分連DSE都不考,就離開香港,到外國升學。 而大學一方面打壓學術自由不為餘力, 另一方面又收新課程設定好又吸引力, 整件事真是很精神分裂。 總之,市場是殘酷的, 或是你的課程式非也好, 除非肯將價就課, 否則收不到或收不夠學生的話, 最後也要接下去。